针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生产成本增加的压力 浙江义乌的中小企业 面对市场积极调整 朱鸿峰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经营了近20年 在小商品整体价格和销售都处于下滑阶段的时候 他的电币炉摊位却在最近刚刚扩大了5倍 而且价格是同类商品的一倍 这个所有东西就必须说我们的产品必须是有竞争力的 或者说更有是一个独到的东西 电币炉里的仿真小火苗已经获得了三项国家发明专利 一在市场上出现就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 赢得了市场的定价权 一年的销售额就达到5亿